台长要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上有四种人 命运截然不同 有一种人是从黑暗走向了黑暗 因为他们生命当中充满着黑暗和痛苦 一生受到肉体精神物质和家庭的带来的痛苦 所以他们生活中没有快乐 内心没有丝毫的智慧 所以他们在生活当中是属于挣扎型的 愤怒型的 称恨型的当中活着的 他们经常在想 我这一辈子为什么这么苦啊 就是因为那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那一个原因 他们不知道他们过去的业 而产生今生的果报 你对某一个人的称恨 非但没有解决 又剥下了更多的仇恨种子 所以在愤怒 称恨和敌意当中 你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痛苦 让自己看不到未来 这些生活本来已经充满着黑暗 加上现在的痛苦 他感觉到未来可能对我更痛苦 所以他只能从黑暗走向黑暗 第二种人 是从光明走向了黑暗 虽然他们现在的生活当中 充满着光明 拥有着财富 健康 社会 名望 他们拥有着快乐 但是这些人 他们没有智慧 慈悲也没有 对这些财富 权力和地位 变得他们的傲慢 吝啬和轻视他人 他们经常觉得 社会上很多可怜的人 那是没有用的 这就叫垃圾 他们就是应该穷命 我能得到这些权力 地位 身份 财富 我永远是一个富人 他们这种想法 由于过去的一些善业 虽然给自己现在带来了一些富有 我可以说是暂时的富有 不久财富会用完 就是在使用财富的时候 他们剥下了恶的种子 自负 嗔恨 痛苦 高傲的黑暗种子 这些不面的种子 这些不面的种子 在他们财富和地位丧失之后 他们就长受到痛苦的果实 这样的人就是从光明走向了黑暗 我分析给你们听 就是要让你们自己好好地想一想 我们人间得到的一切都是暂时的 富有名誉地位 不要以为那是永远的东西 第三种人是从黑暗走向了光明 这种人生活开始的时候 充满了痛苦和苦难 但是他们的内心有慈悲 他们长时间的慈悲 增长了他们的智慧 他们学会了 因为我痛苦 我不能让自己更痛苦 他们用微笑面对着人生 他们懂得了 因为过去自己的一些不善 和上辈子的不慈悲 所造成了今世的贫穷和痛苦 他们经常想 表面上看来 他的痛苦是否来自于某一个人 比方家里妈妈不喜欢自己 她不恨妈妈 然而这个人 妈妈并不是造就她痛苦的真正原因 因为她知道 仅仅是一个让她承受因果的条件而已 她知道过去的因造成了她现在的苦 所以她就借这个人生 给她造成的苦难 让她懂得了 我不能再去种恶因 让我得到恶果的继续循环报应 她用宽容和原谅别人来化解恶缘 她不将痛苦 她不将痛苦新的种子种下 所以她能感受到 我现在的痛苦只是暂时的 虽然现在的黑暗 但是她对未来却充满着幸福和光明及希望 学佛之后 她懂得了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所以拥有的勇气 拥有菩萨给的她的能量 她从黑暗走向了光明啊 最后一种人 从一出生就被自己的光明心和快乐围绕着 她虽然享受着财富 社会名望带来的快乐 但是她很懂 这一切并不是我的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上辈子的积福积德呀 所以她懂得因为我的善业 但是我更要明白 不管我上辈子做了多少的善 都不是永恒的 我今天要懂得善果 在你不能延续的情况下 它不会永远存善 迟早会用光 因此她看到了这些金钱 权力名誉的时候 她认为这些都是我暂时拥有的 只有用慈悲来维持自己的家庭 不失给更多的穷人 一切为别人着想 这样才能让她永远不消耗自己的善业善德 才能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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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为让她自己懂得 生灭和无常痛苦当中怎么样求得解脱 所以学博人要懂得不断的增加慈悲和宽容 这是最好的在人间求解脱的方法 时刻去除贪心和恨心 身口意 一切要为的众生 这样你才能超脱众生的狭隘思维 超凡成圣 不管什么样的命运 靠本性的慈悲 心中的善良 精进的学博 我们一定能改变命运 踏上佛的彼岸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